疫苗覆蓋率破8成5的新加坡 持续扩大实施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 增加5个国家旅客 只要完整接种疫苗入境 新加坡就免隔离只需做病毒检测 集中印尼和印度 预计从11月29号开始实施 卡达 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则从12月6号开始 但是当中并不包括台湾 这使得新加坡从9月实施 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以来 开放了包括澳洲 英法德裔 马来西亚等 累计多达21个国家 不止新加坡 印度历经20个月的限制措施后 终于在15号重开国门 允许来自99个国家 以完全接种疫苗的游客入境免检疫 只需在抵达印度之后 14天内持续进行健康检测 可惜台湾也不在名单中 曾经永远为7个人 多年最少人 全国内存在79个人 虽然 respects wifi alta月 comaya 沖沂! 若永远는 첫째 globeagi 新規感染者數是零 國人喜歡的旅遊地日本 最近疫情持續維持低檔水準 15號單日新增79例確診 是時隔近一年四個月的新低 東京則單日新增7例確診 也創下今年以來最低 沖繩甚至清零 沒有新增確診病例 期盼疫情持續緩和 儘早恢復能出國旅遊的生活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報導